群众在现场开心欢呼 因为这一刻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法令 让反堕胎人士雀跃欢呼 但另一头情况却完全相反 上百位女性在华府前手举标语 抗议最高法院剥夺女权 不满声浪在全美蔓延 像是在亚利桑那州的议会外 场面就很混乱 警方甚至出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 另外在爱荷华州 还有人冲到马路上和驾驶爆发冲突 差点连人带车被拖走 就是因为这辆车不久前竟然冲撞游行人群 各地示威变成暴力抗争 而这项历史性裁决还连带影响医疗院所 密西西比州仅身一间医院提供堕胎服务 院方表示距离法案生效还要十天 才选择继续营业 但其他地区就没那么幸运 传出有诊所被针对纷纷关门 甚至有妇科医院遭人丢汽油弹 情况越演越烈 堕胎禁令让全美社会更加分裂 拜登就痛斥最高法院让美国倒退150年 毕竟一旦法案生效 至少有26周将禁止或限制女性堕胎 但争议不止在美国境内延烧 从英国首相强森感叹美国倒退一大步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众华抨击 认为政府无权干预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指出 此举是在挑战女性自由 另外德国国会更是在美国 推翻堕胎法令前几小时 废除纳粹时代的禁止宣传堕胎法 各国领导人其发声 就是担心在全球引发骨牌效应 毕竟美国一直以来都被看作全球指标 当地女权更被视为表率 堕胎权遭到推翻 第一时间梵蒂冈就发生力挺 恐怕将让原本对堕胎就严格限制的中南美国家女性权力更受威胁 女性没有合法堕胎管道 反而助长地下经济 过去25年已有多达50多国让堕胎更加容易 但仍有20多国人属违法 多半集中在非洲国家 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限制女性只有因性性怀孕才能合法堕胎 如今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一出 保障女性自主权的法令宣告消失 势必将在全球引发堕胎犬 拉锯战 三立新闻最小报道